大家我是蓝芳芳 今天做一道鲜虾粥 虾清洗干净后把这个虾能去掉 要顺带把这个虾线扯出来 要再把头扯下来 把虾壳去掉 锅热后放一些油 要放入两片姜 把姜片炒香一下 要放入虾头 把虾头炒出虾油 把虾头炒成煎鸡就差不多了 要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煮五分钟 把虾油煮出来 然后把虾头捞出来去掉 要把米放进去 盖上盖子 烧开后转小火煮三十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切一些自己喜欢的配菜 香菇把它切片 红萝卜把它切成小粒 还准备了一些小青豆 周也煮熟了 打开盖子 看一下煮成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要把配菜倒进去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 先煮过五分钟 五分钟后这些配菜都已经煮熟了 要把虾盐倒进去 接着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 再煮两分钟就可以了 以后根据自己的口味 放些盐 这一道鲜虾粥就做好了 味道非常的鲜美 好吃又营养 喜欢的就试一下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